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老人狡辩还是少女说谎无限 少女的噩梦 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们 他们的女儿林美美企图自杀被人救下 但是他们的女儿很可能被一名85岁高龄的男子强奸 希望他们赶快回来处理事情 什么 女儿被人强奸还要自杀 林芳跟夫妇震惊万分 怀着焦急的心情连夜赶回了老家 原来这天清晨 派出所接到了报案 有人说有一个小姑娘在河边准备跳河 警察接报立刻赶到现场 到了河边 明镜拨开人群一看 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身材单薄 击散了头发遮挡了她的面容 正在哭泣呢 警察简单的问了一些情况 就准备带小姑娘和几个目击证人一起到派出所做笔录 报警的是一位钱先生 他说呀 他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晨练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小姑娘一直坐在栏杆上不动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还坐着 他怀疑这个小姑娘会不会自杀 就所以格外留心 果不其然 突然间小姑娘站直着身体准备跳河 钱先生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箭步冲上去 把她给抱了下来 听完钱先生的讲述 民警仔细地打亮了眼前低着头的小姑娘 脸上透着一股稚气 一看还是个学生 这小小年纪为什么要想不开呢 是学业 家庭 还是遭遇了其他什么 他们生怕一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触动了小姑娘敏感的神经 连忙呢 请来所里一位资深的女警察 来询问小姑娘的情况 经过女警察耐心的开导 小姑娘终于向警察敞开了心扉 小姑娘今年只有16岁 叫林美美 她说呀 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 自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现在呢 爷爷奶奶都相继去世了 就没有人管自己了 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之下 林美美终于说出了自己自杀的原因 这个原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她被人不止一次的强奸了 对方是一个85岁的老人 她说自己实在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要自杀 林美美的一番话 把警察都震惊了 认为这是一起十分恶劣的犯罪行为 决定要严肃追查犯罪嫌疑人 林美美父母接到警方通知 急得连夜请假往回赶 协助警方调查 父母希望警方尽快承办逊手 为可怜的女儿逃 以公道 那么16岁的林美美怎么能被降奸呢 降奸她的老人 又是谁 在警察的耐心询问下 林美美说出了自己遭遇强奸的经过 她说 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外出打工 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她经常到邻居林广福家去玩 有时甚至和林广福的曾孙女睡一块 去年 林美美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父母不放心16岁的女儿一个人生活 就托付给林广福老两口 有空的来照顾女儿 可林广福呢 经常趁林大妈外出买菜的时候 到林妹妹家 假装关心她 把她骗到床上 脱去她的衣服 诱骗她 搂抱她 还做出了实在难为情说出口的事 这样的事 已经发生了四五次了 警察听后非常震惊 林广福这么大岁数了 还强奸女性 而且还是未成年少女 林警 立刻来到了林广福的家 开门的正是林广福 尽管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 但林广福看上去是精神奇朔 身板结实 根本不像八十多岁的人 她的儿子 女儿 孙子孙子孙女也都在外地打工 当林广福开门 看到警察站在门口 先是一惊 然后她热情的把警察迎进屋里 民警不由在心里感慨 这个老人心理素质也忒好了 家里林大妈也在 要问情况 似乎不太方便 民警就按照程序 将林广福带到了派出所了解情况 林出门的时候 林大妈追到了门口 着急的问警察 警察同志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家老头子带走 民警担心 林大妈这把年纪 知道真相 受不了打击 只好呢 宽慰林大妈 只说是有事要了解 没说是啥事 到了派出所 警察问林广福和林妹妹的关系 老人根本不主动交代问题 避重就轻 说什么 这个孩子很孤僻 没有父母的照顾 很可怜 民警见他不主动说问题 就直接了当问他 有没有对林妹妹做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啊 林广福一听 一下子跳了起来说 警察同志 我这把年纪了 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啊 我已经85岁了 不是58岁呀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有这个想法 也没那个能力呀 几番询问下来 林广福坚决不承认自己 做过任何对不起林妹妹的事 怎么办 没有证据 警察也不能随便下定论呢 于是 就让林广福先回家 这邻居们的反应呢 他们都说 林广福为人热情 邻里关系很好 平时大家都很尊重他 没有人相信他会做这种事 林大妈知道 民警照林广福的真相之后 更是哭得累人似的 说是 是谁上天害理呀 要抹黑这快入土的人 难道 是林美美冤枉了老人 16岁的林美美称自己多次被老汉降奸 可鉴定结果却令人不及 鉴定的结论是 林美美的处女魔完整 降奸案证据不足 难以定论 莫非少女只是遭到老汉猥亵 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名誉清白来撒谎呢 案件悬而未决 父母为生计再次外出难 未成年的女儿却再次冒犯 少女的噩梦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个时候 林美美的父母已经赶了回来 到派出所接他们的女儿 他们看到此时的女儿 变得眼神呆滞 性格木讷 全然没有妙龄少女的天真烂漫 他们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心里非常的愧疚和不安 尤其听说 女儿遭到了林广福多次强奸的事情 更是气氛难平 非要找这个林广福算账不可 林景呢急忙制止了他们 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要太冲动 并提醒林美美的父母 不能只顾着在外面打工挣钱 要多关心自己的女儿 可是究竟林广福有没有强奸林美美呢 自从父母回来之后 林美美闭口不谈林广福强奸她的事 警察建议呢 父母啊带她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确认她是否真的被强奸 那么 鉴定结果是什么呢 鉴定的结论是 林美美的处女魔完整 这下 民警们迷惑了 他们希望林美美的父母 能够帮助他们从孩子那里 多了解一些情况 于是呢 林美美的母亲 干脆是请了长假 在家陪伴女儿 经过母亲不断的询问 林美美对母亲说呀 她也搞不清楚 林广福是不是算强奸她 反正是和电影里一样 搂搂抱抱的 她就感觉是被强奸了 觉得没脸奸人了 所以就想去自杀 可是 林广福那边呢 坚持对警察说 她 根本连搂搂抱抱的行为都没有 她平时只是很关心这个孩子 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 她对她平时是很好的 林美美经常在他们家吃饭 老人说 她没想到 好心被当做了驴肝背 真是好人难做呀 这一边16岁的少女 林美美指控85岁的林广福 强奸 后来又说是搂搂抱抱 即使林美美不清楚强奸的概念 但只要林美美说的是真实的 那么林广福也至少涉嫌猥亵少女 但是另一边 嫌疑人林广福极力否认强奸 也不承认有搂搂抱抱的行为 那么他们究竟谁说的是真话呢 这些日子 林广福闭门不出 茶饭不思 整天哀声叹气 他对林大妈诅咒发誓说 没干过那见不得人的事 于是呢 林大妈天天啊 跑到林美美家门口 一边哭 一边冲着屋里说 孩子啊 我们两个老人是看着你长大的呀 你都和我们的曾孙女一般大呀 你说话要凭良心的 孩子啊 你不能随便冤枉好人的 我们一辈子清清白白 不能快到死了 让人这样遭见呢 说的人顿生怜悯之情 可是林美美的父母 以及所有同情林美美一方的村民 则认为 你想想 一个小姑娘家 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名誉清白来撒谎呢 肯定是林广福做了对不起孩子的事 只是现在没有证据 后来 这件事因为只有当事人的指控 没有其他任何确凿的证据 林美美指控林广福强奸或者猥亵的这个案子 几乎成了一个悬案 林美美的父母呢 也不能这样一直的陪下去啊 他们需要工作养家糊口 而且他们的单位也在催他们赶快去上班 否则就要开除了 所以 林美美的父母只能相继离开女儿 到城市去打工去了 父母将再次离家 可是女儿正在上中学 不能跟他们一起走 谁来照顾他们的女儿呢 女儿被强奸的事还没有查清楚 林广福家肯定不去不得了 林美美的母亲决定 把女儿送到她的表妹家 拜托表妹夫妻俩替她照顾女儿 林美美来到陌生的表姨家 她能摆脱阴影 平安开始新的生活 表妹和表妹夫 正好是当地的中学的老师 可以帮助女儿呢 学习 将女儿送到表妹家的那一天 林美美拉着她妈妈的手 怎么也不肯松手 她说 妈 你不要走 我会乖乖听你话的 女儿的话 让做妈妈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林美美的母亲 当时真的就不想走了 想留下来 好好地陪伴女儿过日子 可是 想到为了女儿也得去挣钱呢 最终 还是擦干眼泪 狠狠心 转身走了 父母离开后 依然牵挂着女儿 刚开始经常打电话回来 问表妹和表妹夫女儿的情况 知道女儿一切正常 渐渐的 电话也少了 但女儿的真实状态 到底怎么样 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吗 其实这些 他们都不清楚 谁也没想到 过了三个月 林美美的父母又接到了 另一家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又说他们的女儿 要跳河自杀 赶紧回家一趟 父母得知消息 心都要碎 女儿这是怎么了 她究竟又遇到什么事情 怎么女儿又要自杀呢 林美美的父母吓坏了 急忙又从南方赶回 这一次 派出所的民警告诉他们 有人在河边散步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小姑娘要自杀 小姑娘也称自己被强奸了 派出所十分重视这个案件 小姑娘被带到派出所 她向警察举报说 是她的表姨父强奸了她 这个小姑娘不是别人 正是林美美 这一回 林美美的父母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那么倒霉 女儿会接二连三 遭受这样的厄运 女儿要怎样面对 这接二连三的灾难呢 她又要怎样忍受世人的眼光呢 那会不会是女儿在撒谎呢 但是一个小姑娘 总拿自己的清白和名声 开玩笑 你说有这个必要吗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美美对警察说 在父母的安排下 她住进了表姨父家 开始的时候 表姨一家对她很好 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是后来 由于自己的功课不好 表姨父呢 对她越来越慎 总是责骂她 但即便如此 这一些她都能忍受 因为她知道 毕竟自己呢 是寄人篱下的 但是没想到 有一天 林美美身体不舒服 没有去上学 但是没想到 表姨父从学校赶回来 借关心她的身体 帮她复习功课之际 强暴了她 再次遭遇这样的事情 她觉得自己 实在没有脸 活在这个世界了 所以 再次要自杀 林美美再次报警 称被表姨父强奸 到底是真是假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会平白无故 指控他人强奸自己吗 案件该从何入手 难道林美美 真的一直没能 摆脱厄运的纠缠 林美今年一年 被强奸了二十一岁 一齐齐触目惊心的事件 少女激进崩溃的自杀 背后真相 到底是什么 少女的噩梦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当警察调查这件事的时候 表姨父张斌 坚决不承认强奸过林美美 她说 我是一名中学老师 不错 最近这段时间 经常有报道说 老师强奸学生的事情 可是我不是那样的老师啊 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 来辅导林美美的功课 但是 没想到 后来 林美美很反感张斌 对她的管教 还偷偷跑出去 不回来 这次所谓的企图自杀 已经是第二次 从家里跑出去了 说什么要强奸她 实在是无中生有啊 张斌坚持说 我是一名教师 为人师表 怎么可能做出 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呢 她请求警察 你们一定要还我清白 你们不查清楚 我还怎么当老师啊 那么 到底有没有存在强奸呢 没有任何证据 警察只得再次 征求林美美本人 和她父母的意见 能不能到医院去 再做一个检查呀 然而 医生的鉴定结论是 林美美的处女魔 依然完整 林美美究竟有没有说实话呢 这事真的很难说 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会平白无故 指控他人强奸自己吗 再说了 一个女孩子家 父母又不在身边 被坏男人欺负 又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的事情 实在是太有可能发生了 林美美的父母 怎么也想不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次三番问女儿 女儿只是重复在派出所里说的话 他们再去张冰的家 核实情况 张冰气的把他们哄了出去 他气急败坏的说 以后谁敢替你们看孩子啊 我真是倒了八位子没了 哎呀你们快走吧 看来 女儿是没有亲朋好友 再可托付了 他们夫妻俩通过关系呢 找到了一家可以寄宿的学校 终于将女儿转到了新的学校 过了两个月 发现女儿的学习和生活 又恢复了正常 夫妻俩先后 又回到城市打工了 但是不久 另一家派出所的电话 又打来了 林美美又被人强奸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林美美状告她表姨夫强奸这个案子 和前面的林广福的案子一样 也成了悬案之后 又过了一年 这一年时间内呢 当地的多家派出所都先后接到报案 称有女孩子要自杀 要自杀的女孩子都说自己被人强奸了 一统计 此类报案总共有21起 而被害人呢 又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林美美 被她指控强奸她的男人倒是形形色色 各色人都有 她的高年级的同学 她的体育老师 以及不认识的班运工 路上的小摊小贩 搭食的无业游民等等 每次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林美美的父母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 赶回老家处理事情 林美美的父亲对警察说 不瞒你说呀 我和美美她妈这一年来真的是精疲力尽啊 我们已经快崩溃了 说完不由深深叹了口气 哎 美美今年一年被强奸了21次 不瞒你们说 我们现在看到你们打来的电话 我们都不敢接了 林美美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一个女学生怎么可能被强奸打21次 而且每次报案之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成为悬案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警方又有什么办法能破解少女频繁被降奸的谜团呢 接报的多家派出所开了碰头会 互相通报了情况 对这21起报案进行了对比分析 警方指派心理医生介入 帮助警方分析真相 林美美对心理医生说 老师我从小就住在别人家 像一个皮臭一样被踢来踢去 爸爸妈妈就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 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 第一次跳河 他真的有过要自杀的念头 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可是当那么多人在河边围观自己的时候呢 又感觉很难为情 觉得不便造出一个让人同情的理由 有些急虎难下 于是就鬼使神差的谎称说是林广福强奸了自己 不料自己随口这么一说 所有的人都关心起他来 他的父母很快回来陪他 使他感到从来没有有过的温暖 但后来见父母又回城里打工离开自己 于是呢就想再如法炮制一次 果然第二次又见笑了 父母很快又回来了 他觉得这样很开心很痛快 以后他就一次一次的假装自杀 一次一次的告诉警察自己被强奸了 就这样他报了21次被强奸的奖案 听完林美美的讲述 心理专家分析说 这姑娘很可能得了一种叫性幻想症的心理疾病 有这种病的人呢 常常会产生自己被人强奸的幻觉 这种幻觉很可能是姑娘长期缺乏安全感 得不到家人的关爱所造成的 她想用这样的一种性幻想 来暗示自己强烈的需要保护 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要报假案的原因了 林美美的父母都十分的后悔 自己不就为了多挣几个钱吗 留给女儿的是一个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 她几乎是独自一个人走过了青春岁月 走过了那段最叛逆的时期 这段时间没有人给过她贴心的支持和适当的引导 想到这儿 他们决定辞去成立的工作 好好回家陪伴女儿 弥补过去的缺失 林美美的父母已经意识到 什么才是女儿想要的生活 他们想回来挽救已经产生心理问题的女儿 可是林美美连续报假案的行为 伤害了许多当事人 这些被林美美报假案冤枉的当事人 能原谅她吗 林美美会因此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林美美父母回老家后第一件事情 是想被林美美说成强奸她的那些被冤枉的人那里 一家一家的赔礼道歉 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林美美年幼无知的举动 林大爷张斌这些被冤枉的人们 最终也接受了林美美父母的道歉 似乎一切可以重新回归于平静 林美美真的就没事了吗 并没有 谁也没有想到 不久 警察又找上门来了 警察说 林美美报假案的行为 构成了违反治安官吏处罚法 应当给予处罚 一天警察要说处罚林美美 林美美的父母也急了 不是说孩子有心理问题吗 不是说孩子缺乏关爱吗 现在被孩子冤枉的人 我们都已经赔礼道歉了 他们都原谅他了 怎么还要处罚呢 这里就说到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律关键词 报假警的法律责任 我们国家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 提供虚假证言 谎报案情 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 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两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 那么综合林美美的这些行为 属于呢 妨害了社会管理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尽管年满十四周岁 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毕竟还是要处罚的 林美美从小缺少父母关爱 造成的心理问题值得同情 需要矫正 但心理问题 不是可以逃避处罚的理由啊 根据法律 林美美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最后 林美美被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观众朋友 像林美美这样的留守儿童和少年 在我们国家的农村 数量已经超过了五千八百万人 占全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九 这些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 和父母之间缺乏沟通的时间 也缺乏沟通的媒介 造成了亲子关系的松散 他们无法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 大部分有被忽视 被欺负的生活体验 容易造成了心理和行为上的一种畸形的心态 很有可能会做出偏激的事情 以期唤起自己父母对自己的关心 让我们离这样的孩子的心能更近一点 不要让林美美这样的孩子感到孤单 好吗 感谢收看本期《法力讲堂》 再见 厌倦平淡婚姻生活 妻子决定疯狂一次 我们都可以各自到外面去寻找新的感情 我们各自找到后就离婚 丈夫惊恶之余 竟也同意了这一支协议 我同意你的要求 我们大家都出去找 谁怕谁啊 夫妻各自出去找情人 将找来比赛林漾的结果 找到对象再离婚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